最后一轮他俩相遇的时候 其实打了三枪地图 一个是潜艇 一个是供电锁 还有一个TD 然后供电锁上面SV 其实是有一个大比分 领先到一季的 这边SV真的是 直接选择TD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玩家 都没有想到的一个选择 直接选择了TD模式 上来就要拼枪了 直接先把手感热起来 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 杀不到人了 对 其实SV选TD 在上一轮冀赛的时候 面对白杀TD 但是我好像都是胜利的 对 基本上是这样 而且上一轮冀赛的时候 打白杀 他们的必须就是潜伏 一上来当潜伏 然后进攻的这种 像中路爆弹 还有V点 我记得是小胖说的 就是扣住那个 对 然后三个人都藏在住的后 H当点做动作 然后必须只要一反击 果然清出来了 都架住你 对 一架住然后再进 确实是 套路还比较多的 很多的比赛的战术在里面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两张 在这边 在半决赛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绊掉了 其实以前的可能以前的一些套路 以前针对的可能觉得TD不是很稳定 然后大概就绊掉 现在就一上来就要TD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总决赛的第一张地图TD 这边上来A级就是一波刷屏 是五个人是全部被刷掉了 这边是偶偶跟宠儿的发挥 这样的话看一下第一次SV这边的一个反主 能不能成功 主导念旧 念旧有机会 这个还是不 但是队友始终在发挥 主导后去补的人能够衔接的仗就可以 主导能不能出 看一下这边绝技 又打掉一个 18平一指之力 比分也是逐渐缩小了 追上了五个人头 是 这一波真的是靠着一个人站在主导前点 马哲在密联的位置随时等待着小郡这里的一个中防 是没有闪 就是主二好像没有闪光弹啊 如果说能打个闪或者是可以补合道具 可能还能往里进一下 马哲在主二偷掉了绿道 看一下配合中防 又被马哲打掉 原来小孟补强补出来 跟宠儿配合又站住了主导 而且这一波是一个五个人的刷屏 就是大口的保卫者 全把就是补主导的潜伏者全架掉了 对 因为主导先打了一个锯以后 直接反了一波主导 对 还不错 整机会 长期没太敢动 主二飞得有点快了 大口的人被打掉了 但是十八这边非常的精准 主导这个 主导口的位置还在补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这边队友跟这个 小莫跟绿豆的配合 我们看一下 负面这边压迦了 我又偷你 压迦是直接被绿豆回头甩掉 是 给你一个回眸一笑 这个 这个重儿又是来到了贴墙的位置 是 直接是被打掉 这主导是一直 压钱的一个四杀到五杀 而AG呢感觉绿豆 统治力比较强 在主导 你看到 血感都比较好 绿豆现在的一个数据 还是帮助队伸到了 这边长旭来了个四杀 杀了四个人 就打了两个残血 刚才是差一点 还是有机会串掉的 两边打得果然是非常的纠结 反清了 马哲这个 在等人 在等密道的单点 主导进的那边 这里长旭想试探 拉转了出去 直接秒掉一箱后的刘小莫 主导在这里念旧想进中防 右手一人 打掉一个特色 打掉两个 中方是全被清掉了 是 这边是漏到了一个侧声给到 因为主导这边 其实在我们的听门队里面 有听到要翻这个主导了 对 念旧很聪明的 就是主导先去进步 然后一个加速 所以我提强的 你竟然敢这么 你竟然敢这么去摸进来 是 因为密联告诉你有 是 然后中防也告诉你有 你敢从富二投我 打得很大是吧 反了 又反清 边楼的念旧换了一个 看一下主导这一波的反清 主导这里又摔死一个 宠儿这里 侧身边狼 这边还不错 下面的小军补调 是小军这边跟念旧的一个配合 反四位瞬间是领先了五个人头 小军补调 中路要配合四号位了 赶紧换到岔落 但是马上又被打背身了呀 但是念旧好像左右 来回看了一下 中路这边又做了一个一环一 马折这里也被打掉 打掉了两个背身 这一分虽然说打得非常的慢啊 但是最后重点还是在中路这边 还是决击这个点吧 可能大家都会以为 决击会可能来到插路这个位置 来断这个避雪 但是没想到还是 他回头在这个避防位置 看一下这边是要直接 就是爆一波 还是说再去试探 看马折的一个闪光弹吧 马折应该会 打了一颗景佳的烟雾 是直接爆了 没错 从而给了一颗反闪 看一下是要直接跳在坑里去清点吗 一个背身 没有搜点呀 后续补销还好 换了两个长距在坑里 直接收掉了景佳的小莫 但自己是大残 但是也是人数上的一个优势啊 虽然说是残雪 二打三的一个回方 屁股到了 二楼这里看到脚 直接被18 飞不了坑 是 然后 你只能第二时间再去操作一波去 先是 先是第一时间 我们看到OO是 补了颗白以后 宠儿又补了一颗 这样两颗白 其实最少有个四五秒的时间 拖了一会儿了 中路就可以过 这边A打直接上了吗 大打刀剧选择直接 握 包点的绝技 绝技 但是又撤回来了 绝技藏得很好啊 感觉A包点好像三颗了 没有扎到绝技 应该是全部扎到 包点左手边 这个后点位置了 他其实藏的是右手边 绝技这个位置优秀了 真命大 绿豆怎么不漏啊 看的是高点 那这样下面是盲点了呀 等绿豆发现有人以后 进点 李小默又发现 绿豆抬头也被打成了半血 李小默直接被秒 再打一 没有打到 空枪了 进点绿豆也没办法 是 SV是A打的一个 算是一个阵地战 然后 站住了一包点 空多点 剩下两个固定防守 B点的选手 宠儿和OO A打单点这边也是被绝技打掉 哎呦 绝技 再换了一个 很不错 长续再打一个 一打二 十秒钟 你就直接暗放C4 手里面还有三个道具 这小默的这个补枪 直接 快很准 其实念旧非常非常准了 出来就两发带走了 念旧扔到桥上的那个道具 应该是雷吧 应该带走了 是啥吗 是雷 应该是雷 是 他如果把杀 又会打得特别的慢 又扭转过来了 对 哎 这边是中路有想法 三个人中路直接开了 但是B这边的一颗 三号位绿豆 直接去B这里 但是B扛 小默换了一个加上一个残血 场序补枪很快 其实一旦小默扛不住的话 绿豆这个位置很难打了 对 是 特别是 特别狭小 对 手枪其实 而且他还是个 拒绝啊 手枪不太 但是 一号位残血 长旭落得非常厚 有 郡哥还找了一个 以前比赛当中 宠儿非常愿意站的一个位置 对 两个后落 打伞直接强攻后落 十八近点补枪 打了两个 这个延误直接打掉两个 最后一个桥上锁定位置 有机会 将要长旭的A大 长旭这个时候是站了出来 拿到了这个残局 对 还是怎么说 因为绝技已经连续打了两个人 可能最后那个人 枪没有空住 对 而且十八其实在这个后路收割到这个人以后 这两个大残 两个大残其实够用了 马哲很聪明 但是被看到了 那这样的话只剩下小军了 小军血非常少 也是被补掉 四比三 绝技这个 绝技从A大绕了一拳 然后最后又回到了A大 连看两个背身 但是我其实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绝技给到一个消息 他们确定打毙了 然后这个时候宠儿 其实OO是敢在逼拨点不敢动的 是 在SV中路出去 要不然其实也不太好打 来了 嗯 还是要从二楼这边去排挤啊 包点的绝技 需要侦查那些东西 枪神尾的OO还不错 打了一个 但是宠儿被打了 包点的绝技 所以他们心里应该又被马车架掉了 又被马车架掉了 其实三个机枪堵就应该是 很担心这个东西 是 就应该有一个补枪 对 补枪很关键 他终于被打掉 然后 这个还没拉出来 是 因为其实 手枪如果准的话 其实还可以再再斗一个 小刀夏已经下了一个了 如果再架这个滑点 其实盲点了 来看到 架一个 黄哥当局还能再撑 这一枪是没打到 今天还有 小孟中的两个 剩下小孟自己一打二 小孟还是可以的 再秒一人 剩下宠儿 一打一 实血 为了的宠儿 很难累啊 看一下这个残局了 小军其实是 我觉得残局对残局 一为一的情况下 其实 看SV的补枪处理吧 再能启动点 三个人 这一颗经典的闪啊 后续跟呢 A大跟呢 还是比较慢的 18打了一个 缺对小地下 还有人 宠儿补枪很快 打到了 调人为的18 看一下包点这边 长续还在啊 再收一人 又也补了过来 A大最后一个绿豆 二打一 确定了绿豆的一个位置了 已经 是 最后的30秒 虽然说自己带包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二打一 特别选手跳 对是 又是 白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后路的这个白 始终是一个小票 去架这个位置 A大又是 一个直接打 但是经典的小军 被打头了吗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爬梯这边念 就是直接跳下来 打掉了一个 这个换了一个 二环二 哦 我的血量是非常残 三打三的一个回防 怎么感觉后路要直接往上打呀 还好 换天之后可以看到 AG这边的一个时间点 是选择了去排弊点 这个空爆闪 是很关键 对 在等着 这个闪光弹的出手 但是 一颗闪光弹 马哲在烟雾里 鞠掉了绝技 再打一颗脚下闪 很优秀 但是 你背后已经到人了 而且读到了币宝点 这个宝点 我们看一下 五号位的保卫者 应该不要补了 补的话会直接掉 确实 是 没想到 哦 这个速度这么快 第一个人已经进去了 关键不知道第一个人已经进去了 这个三打三 我们看一下 念旧的血量不多 哎呀 三个过去了 怎么办 马哲胆子这么大吗 直接就往上混了 开始 就是这么大 进点右手 确定有人 直接被小军突掉 二打一 但小军的血量不多 绿豆拿手枪拉过来 直接补掉 马哲和绿豆的对决 最后的一位一 两名狙击手的一个残局 是 这一分非常关键 到底是军名比分 还是 AG是领先两分 我应该是小军 准备走了 后来是又拉回来了 来了 三个上一大 一个要走中路的单点吗 一大大乡这里 小军 念旧包点 应该换了一个吧 但是封面这边是没有打掉人 二打二 这边给了一颗白 还是被长旭再次打掉一个 剩下 哦 哦 又是 又是残局 9比6 第二张地图的一个局点 其实另外一边我们想的是 其实长旭拿的特别 拿的最好有两个 中路转B1 B区一波流 1点18的这个位置啊 18进点换了一个 确定打B了 还有16秒 五号位再给一个闪 小军补到今天给一颗道具 强行上来打 不给他们下包的时间 6秒 马哲再次打掉C4 那就没机会了 这一分 没有时间了呀 没有了呀 是 9比8 9比8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像我们这个 BGAI里面就是这个 就是马哲排大 但是A4点的是七零 马哲但是从二楼掉了下去 七零没有架到那个点 没排到那个点 对 马哲直到一大打了 还了一颗砸枪闪 再拉到大梯下小军补掉一个 看一下 马哲这边一直在被闪啊 进点这边直接跳脸 换上手枪 直接被 看一下 直接被小莫打掉 这个血量上的话 两边都是有残血 18跟小莫的血量不多 4打3的 再回防 看一下保卫者的一个选择路线 念旧旋转跳桥回去了 是 小莫这个位置想主动 但是血量比较残 慧妍 慧妍打掉一个 念旧补枪补掉 绿豆再泡一个 这样的话 AG的 尔导这边血量都不多 剩下一个才选的18 直接补掉 那我们也是恭喜一下 AG在第二阵棒方式取得了胜利 WOW M 这个二桌位置有点被动感觉 嗯 二桌可能就是他自己了 闪身 小猫被打头了 二桌是大残直接被补掉 哎 狗下两个人有点挤啊 绿豆拉过来 绿豆拉过来 绿豆不动 藏一下 拉打掉 宠儿补枪很快 是第一时间其实我感觉宠儿是完全不想漏的 就是让你自己玩 对吧 你干脆让别人来找你 让我这边可以帮你补上这个枪 确实在这路的时刻 这个补枪 不走这边是封闭过来协法 在这里枪打着 来回的变回身位 静点提前枪打了一个宠儿的侧身 看下这边要强健啊 长距18也补过来 三个人直接刷掉了四个人 堵住了 这个真的是同墙铁币 剩下绿豆自己 很难啊 还有三十三秒 前面三个机枪 后面查 那面小达一门被打掉以后 也是其实吸引了大部分的火力了 没人驾长去这个浪闭的位置 研究出来新的点位了 研究出来新的点位了 这么多个赛季 这么多个赛季 没有见过任何人上过 因为张丁打得少 而且特别是决赛的时候 是 这个位置真的是没人能想到 这个位置优秀了 这太秀了 只要是场区确定 必防里道具特别多 包点的人 这个太难搜来啊 除非是可能训练上面 他们有碰到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搜这个点的 对 好了 还剩40秒 这边来了 马哲现在是躲一下 长旭被闪 拉过来 长旭打得着急了 但是对方被闪了 拉下来 打了个出击不易 还好换了两个包点的马哲也被收掉 三打三的回防 正面已经补尽了两个人 也是被打头了 这边两个都是残忍 我们看一下正面 补掉一个 剩下绿豆 啥的声音比较小 十八也补了过来 再补一颗烟雾 还要来清晓道吗 来了禁点到域 念旧这里换了一个十八的双杀 跑了跑了跑了 这还是占优势的呀 是 非常占优势 相当于二换三 他直接就把后面两个给串掉了 嗯 就没想到念旧打掉以后 哎十八步枪这么快 还有人是的 哦 再跳下来 两个人还不拉 再等待着马哲 这颗白 给一颗A狗下闪 一颗下来 再给 二桌锁定位置 剩下小莫也是被补掉 这个残局 两边的一个配合 打得是特别的漂亮 太稳了 太稳了 就本来其实两个人 小的到了 那个时机也不错 是 两个人可以直接去打的 完全没有主动 完全不打 还是要等一下A狗 就完全不打 刚才那个位置不单点走 真的很尴尬 诶 这什么情况 再等单点 一号位从这个包点 跳到BGM 又打B了 但是十八的胆子非常大 没有打到 这样把A包点两个人 清了下来 四号位 A包点只剩下马哲自己 没办法直接被补掉 是 这样A G的一个 算是干B的一个阵地战 有所成效 二比四 这个阵地战绝对有成效 到了近点 这样中路四个人过点 直接夹B也是一个不套的方法 唐旭主动拉点 打了一个背身 小燕里边是直接打掉两个 但后续的补枪是又没有收获 嗯 直接补掉两个人 回来准备打A 三号位 小军的位置被发现 打到一个残血 剩下绝技 绝技如果完成这个残局 就是单局的四杀了 还剩25秒 对上马哲 没子弹了 还有四发子弹 怎么说 你得假插一下 不然很难打 不能漏声音 绝技刚好过来 但是潮水了 潮水了 没有打到 是的 这边是绝技单局的一个四杀 这个感觉 老马走到这个位置 没有漏声音 然后让绝技误以为 他是真差的 是 非常有机会 其实一个大拉伸 马哲这个位置很有机会 很有机会 不在他的预描范围当中 对 那个方式 对 就是打警家 然后我可能会夹你警家 或者说回来继续打一门 对 中路继续过点 打一颗被闪 十八进点这个位置 配合闭门的长续 两个形成了一个对夹 直接收掉了四个人 又剩下绿豆断后的狙击啊 这就很难了呀 5比3 这颗被闪的运用 我们相信玩家能有所看到 就这个 感到哪边比较好一点 他这两招大家会看 确定中路有人 这枪空掉了 小刀确定打了 念旧这个位置 一个撤身 确定二桌还有人 但是 怎么还好是吧 补掉 三大三 正门补枪绿豆 二打二 二打二 正门的长续直接进来打掉 哦 剩下绝技 长续这两分太关键了呀 补位置补的特别迅速 是的 六比三的一个比分 这个补枪补的是真的太快 就侦查的 再看杠币 看杠币没过 没过 再看杠币 小刀的机枪 宠儿要往前走吗 还是不敢走 刚才想 不敢走 还是一个上下点 小刀直接爆发 宠儿这个位置 六十念旧突破是打掉了一个 又打掉两个念旧 六十八 这么能直接打掉了 然后紧接着一个 和一个下的两个人 绝技和宠儿没有补上枪 对 有点尴尬 上一局也是念旧突破 直接是再走两个 还是说今天念旧的这个手感是非常的好 刚刚一点 两个必须想直接上吗 这个时候上不了了 有点慢了 一点点的时间 包点已经补进去了 绿豆 看一下绿豆还能不能再举掉一个 再举一个 两个 绿豆手感爆棚了 是 这第二枪打得太快了 对 上一局A包点 绿豆也是 狙杀掉两个人 B包点再回来 其实回来的我觉得已经 慢了很多了 是我也觉得 第一时间潜伏着 其实他已经摸得非常到位了 说实话 对 而且自己也被换成了一个大残的血量 看绿豆这一枪了 三个小刀集合 马哲 又是绿豆吗 绿豆第一枪能不能有 一枪抓两 又打掉两个 连续三个回合 都是绿豆 单局的一个双杀 是 那锁定位置了 时间吧 就该小莫了 来 近点遭遇 景佳的一号位 绝技刚补了进来 还不错 这一个时间点应该是 比方在近点藏了一个 小莫近点被打头 直接被换掉 绝技在景佳也被18秒掉 小区基于补枪 打到宠儿 5打2 瞬间的一波爆发 只剩下两名保卫者了 这个爆发确实让一枝很难想到 是 不想转 想直接硬头皮打 就算哦 这个位置被打掉的话 脚下还藏了一个绿豆 现在转不了了 其实30秒 转不了了 就看两个人了 硬头皮打 长续非秒 没有办法 9比8 第三张地图 又来到了9比8 再纯一分 纠结死了 SV还有一个短暂停 选不选择叫一下 没叫了 没叫了 今天能不能让我们看到 第一个加时赛啊 嗯 局面下来 是 这个我们想到的是 小军能再观察那个 他那眼还能回来 对 对 他想的是 我们想的是 他留一个人 对 这边 恭喜一下SV 10比8在卫星上面 战胜了AG 2 3 3 4 5 5 5 来变换一下 这一上来SV 这个阵型还是比较针对的 三个机枪中防必取 嗯 马哲自己一个A门 A观察的一个单点 4个走廊吗 3个走廊机和3个走廊 直接剑壁前点的一个单点 三个绝技 一击之力 个人能力 真的是一击之力 三个加枪的全被打掉 这个绝技 这个在更衣室这个位置 担任土宝剑 这个位置是有两人防守的 两个人加上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还有补枪的 还是要和第一分一样的一个战术吗 4号位 4号位应该是马哲吧 很像 但看二楼的马哲能不能抽掉人 必须确定进了一个单点 走廊这里也打响了 哎呀 这一向是 没有打到 但是也被一个残血的宠儿收掉 这样的话绝技 又打掉了18 哦是打掉两个人 4打1 只剩下念旧了 这一分感觉 血量比较残 SV要叫一个这个暂停了 是这两分的一个131打毕 让AG拿你 正点手枪直接被打 这是小莫没有打到 是小莫枪法上出现了问题 刚才应该是 第一时间其实已经来到了管道前点的位置了 正点风阳沃 大体直接打 确定大体有 18直接被秒 18直接被穿掉 哦 那这一个突破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第二个 不能再 这没话到 这半血 确定包点有人了 怎么说 四个人的一个回报 看到包点是 三个人都在包点了 这应该是把所有点应该都清下来了 嗯 还是这个战术 又变成131了 马哲现在是到了下点 这个是他们好像是比较常规的一个防守战位了 对于SV来说 这边第一个进来这边马哲打掉 三点下还有人 宠儿这里一起过来强打 宠儿直接被打 但是来了一波小刷屏 又剩长旭一个人 又是一个三打一 卷底到了 4比0 这假的 4比0 感觉整个场馆都是被他们的声音所围绕着 做一下动作吗 看到马哲跳进去了吗 马哲下到了一包点 那这样的话马哲三个大体集合 三个大体集合 很重要啊 又来打一个了 马哲一枪空枪 确定一包点是绝 两个三个机枪走拉开位置 马哲被闪 再闪神直接被绝技架掉 是 卷底向补点的小俊也被绿豆打掉 而且管道这边小莫 还是可以在里面控一下的 5大三 这个三个也挺恐怖 三个大体一个管道 要么就是马哲在这个 这个二楼位置 二楼上下点 二楼上下点的位置 四个人几个 四个人又来了 18这一个点位 18进点想反清遭遇 哎 上到上面了 拉进来 关了一个 后面的补枪再闪神 打了一个残血 但是后市的补枪没有补到 但是后市的补枪没有补到 不过还好 长旭 那 哦 这边是 这边是直接是打掉了这方的封面 念旧和马哲也补过来 哦 再打一个 配合管道的二号位单点小莫 应该是要 还是之前的一个战术 是 但是念旧刚好是换点走掉了 刚刚走一号位这个禁点位置 长旭 遭遇 土脸 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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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难了呀 念旧 18补掉一个 小莫 这边是被18打掉 绿豆是拒掉了小俊 这边是一个三打二 18跟马哲的一个 四三点也到了禁点 但是5号位置补了回来 三个走廊一个二楼 马哲发现了举手的位置 三个走廊直接扑进来 走廊三点下 抱点后半确定有 直接被打掉 但小莫补垫很快 小俊单局的两双杀 一打一 确定在卷底 一个大闪声拉出来 跟丑儿的队位 一打一但是枪有点 睡了 枪有点飘了 其实小俊俊哥是 禁点遭遇了 还在贴 这念旧还不突吗 三个人就加枪呗 向上 向上下来了 拉出去 刚好打到绝技下来的点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A空空的 宠儿是给到了一定的道具啊 是没有敢太大胆的一个普箱 直接被破了头盔了 手雷直接带走宠儿 这种看到 这个单点 老六位啊 又断掉了一个管道 走廊里还有 是这个分叉 他是可以给到他们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对 看一下是易烛最往的球稳啊 还是要配合一个前景 来了 手枪冲儿 大雕马哲 再来一个 又打一个 又打一个 再前景啊 发现今天有直接闪现蹭点 很稳 小俊没有血 是而且 非常稳 他没有关键的局 管道是被发现位置了 小俊 哎呦走廊18又过了个人能力了 没办法 他这个血量不多想 能不能 是 这个也能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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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分好像18自己 个人能力太多了 就是 想去做自己个人试团 没了呀这一波 我们也是恭喜一下 A技拿到了第四张地图的胜利 好 好 这档子也太大了呀 但是目前AG两名防守队员的一个站位 可能只能换掉一个 但是这个时候留包点 看包点绝技这个位置 哇 这被甩掉了 包点今天还有 直接被常锯补掉 两个大坛 只有常锯是满血 绿豆一打二 一打三 自己好像换不了枪了呀 而且还有一个极限老六 在大口的位置三三来迟 来了 来了 那只能强行的去过来 心点了再打一个 常锯这个位置 奥曹包点现在位置都已经到位 这一个胁迫的包 你必须要主动来清啊 这一波残局 又是常锯 这一个二打四的一个残局 是的 这个三局是拿到手了 这个斜坡主动拉点还是非常的稳啊 小俊也来到了一外 五打三 五打三要爆发了 马哲这个要高闪 两个高闪左右 瞬间闪 正门进来直接突 但是二龙还有一个决定 二龙的决定也被直接打掉 但是小俊有一个PK但是无伤大雅啊 四打二的一个残局 而且这一分其实打得非常关系 就是小俊打这个左手 念就直接说你就是突出这个左手 对他们这个分配就很好 是分配 左手刺死突的 然后右手一直留在这里 怎么好像感觉反晴很大呀 是要来了 带着队友 来了呀 他的一个排点 那可能要排到力度 但是如果漏声音的话 偶尔肯定会主动的 哇 排了 近点 你把两个优秀 这边是打掉了两个 这边就不掉了 还打了一个半残 嗯 已经很优秀了 还是可以的 是 马哲打完那个局以后 以为没人了 然后想切个道具 想切个道具直接走 没发现的话 其实A连那个车库那个人速度特别快 哇 这边是没有看到车床吗 小莫应该是看到他了吧 听到了 是 听到了还是看到了 听到R点去人了 这样你看A连的人马上拉中路 应该要转98了 转到B包点了 斜坡这边给了一颗白 看一下包点这边两名保卫者 能不能挺得住 包点还有马哲局掉了一个 十八再次打掉了 冲儿 但这样 二打三 哎 剩下小莫自己了呀 是 刚才这个回头是没想到的 其实 哎 这是确定他们已经打拼 对 不然的话很难防守这个西四 二楼一个 二楼直接被传掉 剩下一楼最后一个 手枪 二十一 冲儿单决 再闪上 剩下两血 手枪再来一个单决 自杀 剩下马哲一个 马哲枪拆了 马哲枪拆了 但是他松手了 啊 直接被打掉 还有七秒 有时间 有时间的七秒 这个残局 只能吓人啊 对 更多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可能 一个绝技 一个绿洞 就打一颗空暴闪 强打H 但是A包店三个人重防 上一盘我A包店是 给你放空的 给你串了个空成绩 没错 这次我是重防的 H直接打开一层的念教 小道先走念教 直接打两三个念教 念教守住了 正门最后两个人 长旭枪又一点小水 二打二 但是绝技的血量不多 SVG非常有机会 这边烟雾当中 哎 烟雾当混上了 还瞄到马哲的名字了 二打一 绿豆的一个残局 都捡起了 步枪 黑管M4 这样的话只能主动出击了 想主动拉出来 绿豆可以打掉一个 血量还可以 下进去拼枪 直接打掉 完全EVR的残局 这个残局是 可能弥补了一下上一局吧 是 个人的一个发挥 这两分都非常的惊险 太惊险了 就这边正面已经我们有看到 念教个人的一个 三杀的一个发挥了 这边 AZ来进攻的时候 有没有人来拐这个左手 绝技这个胆子有点大呀 封了个中央的烟雾弹 然后开枪扫尔了一下 AZ直接爆发 正门直接渐渐就被打了个背 神 看下来 如果这些是打掉 念教一换一 尝试 包点的18也补了下来 但是被正门的绝技补掉了 二打二 又是一个二打二 嗯 马哲是直接绕 两个人一起走屁股 那看一下一号位了 雷达确定这里是有绝技的 十八路声音了 绝技一个大拉伸位 对 打掉了十八 绝技这边还是要拖一下 绝技一定要拖 跟正门可以打一个对点 又打一个 绝技再打掉一个 又打掉一个 又打一个 漂亮 已经完成了任务了 很优秀 五比八 在这一局里面 绝技又站了出来 是 八比五啊 在一个这样逆风翻盘的局势下 绿斗 绝技开始担任了一个单点的角色 是 绝路拿上来 非常相似 看下这边想到的一个一块一后续的胡椒 十八进点正门打了一个 但小刀有个大残 是的 三打二 这边是SV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给克雷正门的绝技也补了回来 十八很聪明 直接退回到了后点 我给你了 但是我又上来了 这 抓了一个时间 想走不走 火弹一点比较好 二打二 血量上 AG这边 崇尔和绝技 但是这颗雷 直接把小刀跟马哲 炸成了残血 血量差不多了 手里还有闪光的道具 还剩下四十秒 这个白白衣补补了 但是这边马哲 看下 剩下一个 看下大底下 一打一 直接补掉 被绝技 绝技收掉 绝技再一次站了出来 这个残局绝技是站了起来 真的就差一点点 我们还是觉得 SV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绝技是一个1-2 对 其实本来 确实这个比分的一个领先啊 就是允许18这么胆大的去 又是这个站位 小刀近点 没听到声音吗 念究这个位置 要直接被吐了 还有长御 补枪很快 正门这里 直接架掉 小莫补枪很快 四打三 两个半选 三个半选 18的位置要走了 被炸台了 是 小莫又打掉一个 应该是要靠了 不能 就差这一步 那中路的二号位 小莫 始终在这个位置 四个被联集合 他近点遭遇了呀 长御补了一个 他想要藏一下 没藏住 又是两个背身 还有背身 俊哥这个背身没打到 再控了一拍 三打二顺点面前 这边一个侧身 这边反手被小莫给秒了 小莫 三打一 已经锁定封密的位置了 9比8 9比8 这个小莫的个人发挥 最后一波的爆发 看五人进攻三个人吧 三个人的一个防守 这边能否守得下来 AG能否攻得下去 左卧伞爆发 今天打完伞 小莫 莫是打掉了18一层 他被决击秒掉了 二楼也被补掉了 二打五的一个挥防 二打五 看呀马哲到了前点的位置 要来到加时了吗 野武的被补掉 吴大一 剩下俊哥 剩下小俊一个人 打了皮疙瘩 很多分 上半场是7比2 下半场是2比7 你知道吗 在这个比分结束之后 让我想 我看到了 正前方的男主持的表情 肖玉成 想问一下 一会儿就是 肖玉成的一个主持的环节 特别的采访 是是是 然后老肖可以 先泡泡问题给肖玉成 对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这里站着 就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 非常 呃 极限的 或者说一个神奇的时刻 没有在潜伏和保卫 谁有胜算的一说了 谁有这个优势的一说了 没错 来看一下我们最终的加时赛 这胆子这么大吗 中路直接拉下来 三二的一个压加 马哲心里有吗 没有 没有打到啊 但18桥人补掉很快 直接补掉了绝技 四打四 双方互换了一个 换加了 把手的站位 是的换加了两边 血量都差不多 那看一下 互换站位的时候 怎么样去架枪 两边都是有残血 这前面 一分钟的时间 小莫的这个残局 剩下两个半血 有机会的双方都有机会 对 这边 直接把雷都举到 但是挡板还有一个 这个是藏住了 中路再拉一下 要过回到这个一道位置 还是再拉这个三道 还在蹲起 宠儿换起了狙击枪 打掉了马哲 下面的往古前 换下了 但是这一波复换之后 还是一个二打二 是 这怎么捡了颗雷啊 长炫 应该是不小心 尴尬了 这个是没想到 自己都没想到 马哲没锯到 直接被绿豆架掉 五打四 有点尴尬 是锁定了 应该前面的都在家里了 三道就被过来了 但是三道桥头 这边是丑儿 打掉了一个后续的步枪 又换了个大残 都是残废 这走过又打掉了一个残 四打二 十八有没有机会 十八剩十八一个人 直接被打掉 二比一 这边应该是 A级从这 离这比较远 回头 已经到家里了一个呀 他这个爆点应该是 爆慢了 刚才说三道 其实已经到家了 哎呦 这样的这边是带走的 绿豆 举了一枪脚 一个残血 直接碰掉 二比二 难道真的要 四比四来关键局吗 过点一个 过点一个 就个一道桥头的位置 应该要对一下 底下没打到 二十看到了非常多的信息啊 确定桥上是有人的 要桥上大对枪了吗 要反拉 感觉是要对枪了呀 小人要一起反拉 但是子弹不是很多 二分二十八 打掉了一个 三打一 瞬间被十八秒掉 四比二 整场比赛的赛点 是的 来到了赛点 是SV一股作气 还是AZ再给大家 来一个奇迹 就看是谁 没想到 没人看 有人嫁了 有人嫁了 有人嫁了一些东西 在准备打家的一些信息 拉进去 骨骗就打掉了两个 三起 五打一 四打一 这有大决定 让我们恭喜SV 和三面 一位 三面 二点 二点 三面 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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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三点 实在太精彩了 在历经五局的比赛 以及上战的加时 在最终决出了胜负 让我们恭喜 SV战队夺得成绩总决赛的冠军 重夺巅峰王座 没错 作为CF老牌竞旅 将青春奉献给我最热爱的事业 在最高处证明自己的实力 Gini我不需要第二枪 此刻我看到属于冠军的奖杯 已经静静地躺在我们的舞台中间 来吧 勇士们 让我们有请 传言火线职业联赛纯击赛总冠军 SV战队捧起属于你们的冠军奖杯 恭喜SV 恭喜SV 他们是超级勇士 他们是超级勇士 他们是SVS16的总冠军 这是一场豪门之中 这也是一场巅峰之战 最终SV